看影片搜證 因為吃的早餐裡竟然疑似有掃牆 昆蟲屍體已經被當事人咀嚼後解體了 但惡心程度還是令人作呕 新美食的陳小姐 八月底到台中封甲商圈這間商旅入住兩晚 她說吃早餐時加了龍鬚菜 沒想到菜裡居然有蟑螂 第一時間向工作人員反映業者解釋 那不是蟑螂 只是春相 我們也致電給客人就是說 如果身體不舒服的部分 那是不是醫藥費的部分 由我們房間這邊來支付 那客人反映的時候是說 她很忙 她沒有時間去做就診的動作 業者強調當下已經立即處理 而且願意免費招待住宿來做補償 但陳小姐認為 無論是哪種蟲 都不應該出現食物裡 讓她無法接受 就算好 就算春相好了 你覺得春相可以在食物裡面這樣子嗎 都就是不行啊 你吃到的東西怎麼可以吃春相 強小姐說 事後自己天天夢到吃蟑螂的情景 精神情緒嚴重受到影響 而衛生局也到商旅來稽查 但現場並沒有發現 有蟑螂或是春相出沒 倒是發現冰箱沒有確實的保養 食材也沒有確實分類 另外廚房器皿過於老舊 要求業者在9月23號之前改善 否則將依衛生管理法 開法6萬元起跳 就詢問在景城台中 採訪報導 好